有缘人,当你运势转变时,你必定会看到这段影片,这不是偶然,而是天意的安排。 无论你是否可以看到这个视频,自这一刻起,您将被赋予挣脱束缚的力量,过往的困扰与忧愁将如晨雾般渐渐消散。 随着夜幕低垂,一扇通往财富殿堂的大门正缓缓为您敞开,让您步入一个让财富累积不再是幻想的全新纪元,家族的繁荣与昌盛触手可及。 请紧握这份天降的财运,以开放的心态迎接属于您的辉煌与富饶。 不妨即刻点击关注,献上您的赞美,让智慧之光感应到您的前程,使您的财富与健康更加坚不可摧。 满载福泽的朋友们,不妨在评论区留下您心底的愿望,附上皆财皆福的字养,同时也为至亲与爱子祈福。 我们将为您及家人诵经回下,愿幸福安康长伴左右,事业步步高升,疾病与不顺,永远成为过往云烟。 世事如棋局局心,命运的波澜往往超乎想象,而运势的更迭更是深藏不露。 尤其在十一月这个年度转折的关键月份,诸多潜藏的命力力量将显露无遗,引发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变革。 此时,宇宙间的能量也在悄然变化,对不同生肖的运势产生深远影响,特别是自十一月十日时, 鼠鸡、牛、猴、龙的朋友将迎来生命中极为关键的时刻。 这些转折不仅深刻触及个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,更对财富积累、人际网络及未来抉择产生长远影响。 因此,即便日程紧凑,我们也应敏锐捕捉这些即将到来的变化。 把握机遇,勇敢迎接挑战,为未来的辉煌铺就坚实的基石。 此刻,让我们一同深入探索十一月十日后,这四大生肖即将迎来的运势变迁, 祝您未雨绸缪,优雅地迎接每一个重要转折。 鼠鸡之人,迎向转运的黄金时段。 对于鼠鸡的朋友而言,尤其是步入十一月十日之后的这一璀璨天章,将使他们职业生涯与财富积累,步入新阶段的黄金机遇。 鼠鸡者五行归金,金之属性,锐利且果敢,象征着思维的敏锐与行动力的卓越。 回望往昔数月,或许鼠鸡者的运势如波澜起伏,事业的航程时而遭遇外界风雨的侵扰,时而又因个人抉择的波澜而摇摆不定。 然而,十一月十日之后,这一切将迎来戏剧性的转折。 随着这一日的悄然降临,阴气渐浓,阳气收敛,为鼠鸡者营造了一个绝佳的内省契机。 此刻,正是他们回望过往,审视自我,评估成就与缺失的良机。 若属鸡者能借此机会,深思熟虑,调整前行的航向,未来的机遇之门必将为他们徐徐敞开。 在职场上,他们或许会因一次突如其来的契机,或是上级的慧眼石珠, 而跃升至一个举足轻重的职位,甚至迎来跳槽或晋升的绝佳时机。 此时,属鸡者的内心将愈发清晰,目标与方向愈发明确,决策也将更为果断。 然而,机遇虽在眼前,属鸡者亦需谨慎行事,尤其是在运势更迭之际。 贪婪与急躁之心,犹如暗交,稍有不慎,便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风险。 面对那些看似诱人的机遇,属鸡者需冷静分析,切勿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。 无论是个人财富的打理,还是事业发展的抉择,都应稳扎稳打,步步为营。 尤其是在投资领域,更需审慎行事,避免因一时的冲动而铸成大错。 此外,属鸡者的健康运势亦将在11月10日后迎来微妙变化。 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,长期劳碌的他们更需关注身体的细微变化,以免因忽视健康而引发不适。 调整作息,保证充足的休息与适量的运动,将成为他们保持旺盛精力,应对未来挑战的重要法宝。 在锻炼与休息的平衡中,属鸡者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,迎接每一个挑战,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 生肖牛,财富与人际的双重蜕变。 生肖牛的运势正经历着不同的变化与挑战,特别是在财富与人际关系两大领域,生肖牛即将迎来一次深刻的蜕变。 回首过去的数月,生肖牛或许因事业的重压,人际关系的微妙波动而倍感疲惫。 但这一切都将在11月10日之后迎来转机。 随着阳气的逐渐回升,生肖牛的运势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牵引,开始逐步走出低谷。 在事业方面,生肖牛将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。 与他人合作的机遇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,无论是职场上的晋升还是业务的拓展,都充满了无限可能。 这些机遇如同命运的转折点,等待着生肖牛去把握与驾驭。 在合作中,生肖牛需要特别留意那些能够带来财务收益或职场晋升机会的伙伴。 理性评估每一个合作机会,抓住那些真正能够助力自己事业发展的良机。 只有这样,生肖牛才能在事业的道路上稳步前行,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与梦想。 与此同时,生肖牛的财富运势也将迎来复苏。 在固定资产投资或副业方面,生肖牛有望获得可观的回报。 然而,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财富增长,生肖牛需要保持冷静与谨慎。 避免盲目跟风投资,无论是股市、房地产还是其他领域,都要理性分析市场形势,避免冲动决策带来的财务风险。 在人际关系方面,生肖牛同样将迎来显著的改善。 过去因性格内敛或沟通不畅导致的裂痕,将随着运势的回升而逐渐修复。 生肖牛将有更多的机会与人和解,恢复良好的人际关系。 与长辈、同事、朋友的互动将变得更加和谐与融洽。 在这个过程中,生肖牛需要保持宽容的心态,给予他人更多的理解与支持。 用真诚与善意去化解过去的误会与不快,让人际关系成为自己事业发展的助力而非阻力。 生肖猴,机遇与挑战交织的旅程。 对于生肖猴而言,11月10日后的运势变化如同一场未知的探险,既充满了机遇,也伴随着挑战。 生肖猴的五行属金,金性多变且灵活,这让他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时总能迅速做出反应。 然而,运势的波动也让生肖猴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与冷静。 在事业上,生肖猴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。 特别是在创新和创意方面,生肖猴的才华将得到充分的展现。 无论是在职场上寻求晋升,还是在创业或副业中尝试新项目,生肖猴都有机会抓住属于自己的舞台。 然而,机遇众多也意味着选择增多,生肖猴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与判断力。 避免同时接手过多的项目或业务导致资源分散,精力不足。 只有集中精力应对最重要的任务,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 在财运方面,生肖猴同样将迎来转机,特别是在长期投资或资金积累方面,生肖猴有望获得丰厚的回报。 然而,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可能带来不利影响。 在高风险的投资领域,生肖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,避免过于追求短期暴力而忽视潜在的风险。 关注稳定增长的投资渠道,用长远的眼光去规划自己的财务。 此外,在健康方面,生肖猴也应保持警觉。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和工作压力的增大,生肖猴容易忽视自身的健康状况。 过度劳累,作息不规律,饮食不均衡都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 因此,生肖猴需要在忙碌之余合理安排休息时间,进行适量的锻炼以保持良好的体力和健康状态。 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与机遇。 生肖龙,踏上人生转折的辉煌之旅。 对于生肖龙而言,11月10日之后,人生的画卷将翻开崭新的一页, 迎来一次意义非凡的转折。 作为五行属土的生肖,龙象征着稳重与可靠,更寓意着厚积勃发的力量。 在这段时间里,生肖龙的内在能量正悄然积聚, 为即将到来的腾飞铺就坚实的基石。 事业与人际关系的舞台上,生肖龙即将迎来一系列重大的机遇与挑战。 在职场生涯中,他们可能会获得来自上司或合作伙伴的青睐, 得到重要的提拔或合作邀请。 这些机遇如同璀璨的星辰,照亮生肖龙前行的道路, 引领他们走向更加广阔的职业天地。 在此过程中,生肖龙的领导力和决策能力将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, 不仅在职场中赢得更多的支持与认可, 也为未来的晋升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与此同时,生肖龙的财运也迎来了显著的提升。 无论是通过辛勤努力获得的薪资增长, 还是通过投资理财获取的额外收益, 他们都可能迎来一笔丰厚的回报。 然而,面对财富的诱惑, 生肖龙仍需保持清醒的头脑, 避免因一时冲动而做出冒险的决定。 稳扎稳打,才是他们当前最明智的选择。 在健康方面,生肖龙同样不能掉以轻心, 随着11月10日后的天气逐渐转寒, 他们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。 过度劳累或忽视保暖都可能让身体受到寒冷气候的侵袭。 因此,调整生活节奏,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, 增强体质,提升免疫力, 对于生肖龙来说至关重要。 总而言之,11月10日之后, 对于生肖龙而言, 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转折期。 只要他们能够调整好心态, 顺应天时, 把握住每一个机遇, 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, 迎接更加光明的未来。 无论是职场上的晋升, 还是财富上的积累, 都需要他们用心去感受, 去把握。 在此, 也祝愿每一位生肖龙的朋友, 能够在这个转折点上, 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光芒, 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, 收获满满的幸福与财富。 同时, 也希望大家能够分享这份福气, 让身边的亲人朋友, 也能在生活中更加顺风顺水, 财运亨通。 阿弥陀佛, 愿一切美好如期而至。